做台湾飞起来的飞鸟的小小飞鸟要准备的材料 就是要有钓饰的这个串珠 台湾的大中小的三种规格的台湾地图 那这上面都已经都已经有铁丝了 那球里面鸟的球本身里面有包球 这个小球是15mm的 这个是20mm的 这个我们称为大球 这个称为小球 那一块那个食指金布 就是保护那个还没有使用的黏土 那一小一点点的水 这个是戳眼睛用的剪刀 就是预备这几样简单的东西 参考铜区版台湾化美的做法 鸟背面的这个尾巴都做好了以后 把这个串珠插上去 插上去以后你这个缝隙一定要给它用竹签再给它修饰好 这个缝隙越小越好 翅膀向上飞的动作做好了以后 把这一个台湾的已经干的台湾地图给它插上去 在这个地图跟身体的交接的地方 沾一点水 拿一块很小块的灰色的土 把它包住 这个是它的脚 它的脚把台湾地图抓起来了 那你黏上去以后发现太大的话你再切掉 切掉以后调整 再调整好了哦 再压出两道脚爪 表示它把台湾抓住了 那干了以后颜色会一样的 干了以后颜色会比较深 台湾画眉 白喉照眉 那就参考那个铜续板的白喉照眉的做法 做到背部的时候就把这个吊饰的串珠串进去 吊进去以后呢 这个洞有加大的话 一定还要再用竹签把它缩小 完成了以后呢 再把这个台湾地图 已经干的台湾地图 往中间这里插进去 插进去以后 你这个洞一定都想办法再把它缩小 做鸟的脚 它的脚刚好就是在身体跟台湾接触的地方 那一小块的鸟 在这个交接的地方 你要沾水 沾水才有办法黏住 不用沾白胶 白胶干了以后脏脏的 那你用竹签把它包好 这个脚是把台湾地图抓住了 然后你包好了以后 你再再给它压它的脚抓 多出来的土你再切掉 那干了以后它就粘得很好 那干了就粘得很好 白猴照美 你就参考大湾嘴的那个铜续板的做法 把它做出来 做到这个背的时候呢 把这个吊式的串珠插进去 这个洞一定要想办法再把它缩小 缩小 翅膀做好了以后 把这个台湾的中型的地图呢 插到肚子中间这里 插上去以后都记得要 把这个洞缩小 要滚一下 那干的时候会比较牢靠 在身体跟台湾地图 衔接的地方 沾一些水 然后拿一小块的土 灰色的脚 确定黏住哦 一定要想办法把它黏住 确定有黏住 确定黏住了以后 你觉得太 这个脚太大支了 你就把它切掉一些 然后压出它的脚爪 这太多的话都可以切掉的 干了就不好切了 你一定要现在切 好 它干了以后 它脚就黏得很好 大弯嘴 肯定黏住了一下 这里 在表面 已经没错了 感谢观看